黑马横空出世,到底是何许人也,连胜两大世界冠军,这几天日本乒乓球公开赛正在进行,9日晚,进行了南丹巴金斯的争夺,国兵队长马龙2比4,不敌日本小将张本志和惨遭淘汰,这已不是张本志和淘汰的第一位国兵主力,张本志和在之前的比赛中已经连续击败了包括马龙、张继科两位大满贯选手在内的三名国兵。 这位张本志和究竟是何许人也,之前也没听说过,张本志和父母都是中国四川省人,而且还都是乒乓球运动员,他们1998年到日本生活,2003年生下张本志和,2014年3月,他和父亲张宇、妹妹张美活等三人,一同加入日本国籍,并把原先的张姓改为日本姓张本,由于父母都是乒乓球运动员, 张本志和两岁便开始拿起乒乓球拍开始练球至今,张本志和的母亲更是了不得,逼他还厉害,母亲张灵过去曾与邓亚平、乔红并肩作战,一起参加过1995年,在天津举办的世平赛,并多次在全国锦标赛中获得冠军。 张本志和12岁,便开始在世平赛中辗转,在2015年的波兰公开赛中,张本志和首次杀进南丹正赛,成为平连公开赛南丹正赛最年轻的球员。 名将马尔德内尔对他也是赞不绝口,称他是拼弹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,不过由于还是有些身体上或是年龄上的差距,在正在第一轮比赛中,马龙4比0轻松淘汰张本志和。 可就是这位曾经的手下败将,却在今年的日本公开赛中淘汰了马龙,马龙并不是张本志和在日本公开赛中击败的唯一一名国兵选手。 早在第一轮比赛中,这位日本新星就以4比0淘汰了周宇,算上一周前的中国公开赛张本志和首轮4比0横扫张继科,他已经短时间内连续披落三名国兵球员。 之前的亚洲杯上,他还曾以3比1战胜过樊振东,前国兵总教练刘国良就曾在采访中坦言,张本志和未来十年,都将是国兵队主要对手。